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愣子 众所周知 这个外号只有李云龙一人这样喊过 这样的意思也非常明显 这个外号就是他李云龙嘴里最先喊出来的 那么李云龙能够想到用这样的名字还形容孔季 那其中肯定是有故事的 二愣子这个词大多使用在北方 其主要意思便是形容一个人非常的倔 脑袋一干筋 做什么都不喜欢考虑后果 照这么一说 在李云龙的眼中 他孔杰就是一干筋 后来孔杰做了个傻事 还觉得捡到了宝贝 幸好有李云龙给他解决麻烦 其实李云龙这个外号起的还是比较正确的 在这部剧李孔杰就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自以为捡到了个宝贝 还好有李云龙给他处理了 不然可救 有大麻烦吧 这件愚蠢的事情 则是孔杰准备收编出匪的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黑云寨就是一个匪巢 里面啥样的贼人都有 情况十分复杂 老孔准备拉拢这些人去抗日 其实就是扛着雷的 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的 而且在剧里还有过这样的镜头 谢宝庆在答应参加抗日 并接受收编协议后 山猫子居然还敢带着人下山惹事 并准备再来一次就不再干了 然而就在等待买门上门的时候 这些土匪感觉简直无聊 便一起聊起了天 就在聊天的过程里 其中有个土匪所说的话非常难听 这巴路是还不错 就是这纪律太严了些 不让偷不让抢 还不让咱们挣钱抽大烟 那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 咱们活了这么久 不就是图一痛快吗 而山猫子当时也发了话 大家先忍一忍 实在干不下去了 咱们就脚底抹油 丢他 身为山寨里的二把手都没有好的觉悟 那么山寨中的小土匪就更不会有了 活敢打包跳 这些土匪干不了多久八路就会撂折 闹不好才会起更坏的影响 例如 这些土匪顶着新二团的名义 去抢劫百姓或各路有军部队 那么孔杰这小子就算是完 就连李云龙上山脚匪师也说过 收编他们 你孔杰也真敢想 迟早都得出事 如果照这么一说 孔杰这次肯定是要遭殃了 毕竟这样一来罪过就大了 咱们八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最主要的就是纪律严明 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信誉 一下 让这些土匪祸祸了 那孔杰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黑云战士有着不少的人 从孔杰给的那个番号来看 这些土匪足足有一个营的人马 至少也有三百多人 假如能够再不出事的情况 下加入新两团 的确能让孔杰强壮不少 但孔杰依然还是忽视了 这伙土匪的复杂成分 他自以为自己找到了够好的宝贝 实际上就是找了一个麻烦 而且这伙土匪最后还抢劫并杀害了和尚 这已经证明了他们不安好心 还好有李云龙出面解决了这伙土匪 不然孔杰今后可就要遭殃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